欸對喔 剛剛我問我機器人 你把我想好了嗎 哈哈 所以看說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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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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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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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財多理 二萬獎完了 那這樣子好了啦 來 那你們有沒有 有一個形容詞來中 Yumi 你們會覺得要給她 除了漂亮 美麗 健康 性感之外 男子漢 男子漢 所以Yumi不要漢漢的人嗎 我是嗎 是嗎 你們覺得Yumi的男子漢嗎 是 你們沒有看過真正的漢是我本人 現在馬上來購物 男子漢 所以因為妳是男子漢 應該說妳比較浩強 我 對 浩強 喔 真的嗎 然後 小男孩 小男孩 妳應該不夠男子漢吧 妳不夠小男孩而已嗎 大而化之 還是比較大大嗎 就是不是 對 就這麼小女神 對 其實我是一個蠻大而化之的人 就是蠻之爽的 那妳喜歡喜歡紅色嗎 我也蠻喜歡粉紅色的一個 所以其實妳是很多媒體 那除了好 比較 可能比較大啦 可能比較大 畫質比較 爆牆 那 還有一個形容詞 妳會覺得妳自己是 什麼樣子的 Yumi 牛仔褲 就是 知性慵懶 知性慵懶 對 知性慵懶 很容易喔 其實用在 因為這次妳的 顯身處理的 有些照片跟狀態 是比較 一點薄薄 一點文青 但是這就是妳的日常成功 對 因為其實 大家也知道 啦啦隊 非常非常多 優秀 然後身材 漂亮 身材較好 然後漂亮的 就是 啦啦隊 就很多 那大家都會 對啦啦隊有一個 印象就是 性感可愛 對 對吧 性感可愛眼光 對 瘦 對 像我就覺得 講這些 這不為乎 就是啦啦隊的特質 對 這一定會有的特質 但我覺得 除此之外呢 我多了一點 性感 優懶 知性 對 性感優懶 知性的感覺 在我的 就是 Yumi Yumi 有20次隔面這樣 的 你隔不止喔 不止喔 因為我們有9萬7百什麼 中間這三大 究竟有幾個Yumi在裡面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今天在 簽出會的現場 剛剛呢 有請大家 今天來現場的粉絲呢 來 票選 剛剛大家都有PTS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直接 幫我們揭曉一下 欸 所以這